炮弹爆炸声一波接一波 乌克兰东部前线巴克姆特地区的民众 也从这个避难所逃到下个多场处 居民形容俄军等于是照三餐跑轰巴克姆特 而且攻击越逼近市中心的平民住宅区 同个地点一天内可能就被炸很多次 乌军认为俄军想用轰炸逼走平民 好顺理成章占领巴克姆特 不过乌克兰防守固若金汤 北部哈尔科夫 乌军透过空中侦察找到敌人并攻击 但同时得转移阵地 因为俄军又能追踪攻击方向的军备 俄军也声称在南部的战线 拦下乌军多次轰炸 就向西方军援乌克兰 俄罗斯也有伊朗做盟友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控俄罗斯再向伊朗订购 2000架无人机攻打乌克兰 而随着氏族赛即将到来 乌克兰足球俱乐部也呼吁FIFA禁止伊朗参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也因为战争这使得乌克兰的预算赤字达到上兆元 所以先请教新话 是不是开始呼吁国际要对他们伸援呢 没有错 对乌克兰来说除了有源源不断的军援之外 裁员也是非常重要的 泽伦斯基就在乌克兰的重建会议上 直接了当的说 算算他们明年度的预算赤字蛮惊人的 高达了380亿 大约是1.2兆台币 而且他说先前欧美虽然有编列预算 说希望可以给他们裁员上的援助 但目前为止欧美170亿美金的 紧急恢复计划的任何一分钱 都还没有进到他们的口袋 所以他呼吁国际社会 要来帮忙填补这个大缺口 同时他也强调 如果欧美各国世界各国 来帮助乌克兰渡过这个寒冬 对于他们来说 还可以积极的战后重建 也可以让侵略者看到他的目标 没有办法达成 而且他再度强调 乌克兰是为了欧洲的安全而战 而不仅只是为了自己 欧盟将会全面取代 俄国肮脏的能源 也会解除这样的能源依赖 不过现在由于战争打的期间 真的是超乎大家的预期 而且战果现在也很难预测 究竟谁会赢 不过现在德国的总理肖兹 已经提出了 希望可以提出一个新马歇尔计划 来协助乌克兰重建 而马歇尔计划 过去是1947年二战过后 美国对于欧洲大陆 经历二战之后复苏 产生了重要的关键功能 财燕 请问还有关键的是 俄罗斯钢铁大亨之前 它的超级邮轮不是停在香港吗 那么现在国际贪腐机构担心 香港也会不会成为 这些权贵的避风港 确实 因为先前超级富豪的超级邮轮 价值非常惊人 停留在香港的港口 非常的引人注目 而这个时间点 其实欧美各国都在制裁这些 俄罗斯亿万富豪挂头的财产 照理来说是要收押 或者是不要再让它流动的 但是香港却拒绝了 所以目前这一艘价值约 160亿台币的游人 还停留在香港的港口 而且香港当局也说 他们不会跟进 像是欧盟 英国 美国各方的做法 来制裁俄罗斯的这些企业家 但他们只说 只会执行联合国的制裁措施 所以这样的作为建为支柱 就有很多非法资金流向的专家 就提出了警告 他说对于这些 想要藏匿资产的洗钱者 包括了俄罗斯的企业家 或是政要 香港一向都是有力的司法管辖区 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的金融港 所以他们可以在这里设立 人头公司 藏匿他们的财产了 而美国捍卫民主基金会的专家 鲁吉洛就说 香港现在是在朝北京靠拢的 对于核扩散 还有俄罗斯施压的意愿 似乎跟西方是不同调的 所以他呼吁大家现在不可以把香港视为自治区了 而是要视为中国一般 蔡言 另外俄罗斯他们把战力集中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 但是会不会因此而顾此失彼呢 整个地缘政治随着乌尔战争的发生 其实产生剧烈的变化 特别是在中亚地区 中亚地区有许多国家是过去苏联解体之前的 同一个联邦的一个集体 但是现在由于普京他把重心都放在了乌尔战争 也就是西边了 所以东边这边中亚的区域似乎就慢慢慢慢丧失控制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是中亚的吉尔吉斯跟塔吉克 边界他们最近为了边界的争端大动干戈 导致了数百人伤亡 还有十万人流离失所 饱受战火之苦 而在另外一个地区 亚美尼亚还有亚拜塞然 也是因为自治区的争议 9月份也有爆发过冲突 而且过去这些国家都会期待是由他们的区域的老大 也就是俄罗斯来协调他们之间的冲突跟争议 可是现在俄罗斯显然是忙不过来的 而过去普清是承袭了12时期的殖民心态 所以把中亚 高加索还有乌克兰都觉得是我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但随着现在顾此时比 俄罗斯的势力正在慢慢的撤出中亚 所以来支援乌克兰的战争 所以对当地的影响力来说 慢慢慢慢下降了 所以中国大陆影响力似乎也默默的在中亚蔓延 彩业 好的 谢谢新话 再来关心的是伊朗的头巾之乱 迈入第六个礼拜现在开始 波及到媒体了 传出多达400名记者在半夜的时候被抓走 从街头到校园 抗议伊朗女学生艾米尼之死行动 有增无减 至今已迈入第六周 不少学生会赶走到校安抚的官员 从早到晚还大肆烧轮胎 扔东西泄愤 这些行动被当地记者记录下来 伊朗政府认为这些影像成了示威者招兵买马的宣传 现在全面开闸 据传至今多达400位记者 在报道第二天就被抓 连律师都来不及请 有些人提供外媒画面时 也要求不能再传回伊朗 免得遭当权者包覆 CN估计至少有1000人被捕 还有315人被控侵犯国安遭判刑 但随着关押记者名单越长 越多年轻人重烈牺牲 政府暴力镇压 恐怕只会让民众决心抗争到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日币创下32年新低 央行也救不了 150开头的日元会是新常态吗 日元持续走扁 10月21号在纽约会市出现了151.94日元 对1美元的价位 随后更触及到152.1日元 这个数字终于让日本央行坐不住了 日本财长林木俊一没有直接证实是否干预会市 但是看看日元的价位 就在扁破152日元之后急速回升 一小时之内升了5元 回到145到146的区间 日本TBS报道 这是日盈出手砸下了5兆5千亿日元的资金 抛售美元买进日元 强势迫使日元走生的组扁式干预 尽管日盈没多做说明 但这可能是史上最大规模干预 远比9月的2兆8千亿日元还要多 而且在24号早上似乎又来一次 硬生生是把日元从150价位拉回到140区间 市场多半认为是日盈负面介入 也就是匿名干预 那为何日盈必须出手 急着通知分店今年的椰蛋蛋糕得涨价 就是因为从原料到装饰品 只要是进口的全部都涨 就连仰赖进口的电力和瓦斯 也免不了涨一波 女大生秀出电费账单 去年8月是2442日元 今年飙到4200日元以上 涨了1.7倍 学生组体会到通膨威力 就连来学生餐厅吃饭的人都变多了 500日币以内可以解决一餐 这个价钱恐怕只有在学生餐厅看得到 校方还很佛心 校内的餐厅都打齐折 事实上日本电费跟瓦斯都涨了两成左右 生鲜以外的食品和原物料涨幅创41年来新高 推升9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幅达到3% 这个是8年来最快增速 通膨涨成了轻食全民荷包的巨兽 大家都想要答案 但这向来是日本央行的痛 因为过去30年来 日本的实质薪资成长几乎是零 日银总裁黑田东燕就认为 贸然升息可能会让日本经济大幅降温 不能升息也不能无限制的干预会市 日银进退两难 平平在此时 日本负责扶持国内产业的经济再生大成 还因为和统一教牵扯不清 黯然下台 现在出面救火的是这一位 一口流利英文在世卫大会上发言 还力挺台湾 他是前后生劳动大臣厚田茂之 现在有首相岸田文雄清点 火速接任经济再生大臣 就算难以扭转日元弱势 也要在通膨危机中救起国内产业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这些笑容灿烂像朵花的女孩们 其实都是如爱并友 Mina在2014年新闻四个月的